近期,越來越多的加州居民面臨房產保費飆升和保險公司取消保單的情況,業主萬以逐保。 去年5月,State Farm等大型保險公司停止接受加州新的房產保單申請,All State 也宣布停止。 2017年和2018年,創紀錄的野火季及加州保險業造成巨大損失,僅2018年11月的損失就超過120億元。 從那個時候起,保險公司開始陸續取消保單。 保險公司表示,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頻繁和嚴重的自然災害,例如火災、洪水和颶風,保險公司需要收取更高的保費以應對風險和損失。 面對這個危機,California Fair Plan成為很多居民的最後選擇,其費用高昂,而且等涵蓋、火災保險。 但仍然有很多人提交保單申請,以其吸房屋交上保險。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